今集我要做業主 楊潮凱作為成功上車的男人 原來全靠背後 有位精明能幹的好女人 如果當天我靠大帽 就要我去看樓宇 過了兩個月, 我就已經買不起了 胡樂儀將會分享自治物業心得 究竟一手和二手樓之間 應該怎樣選擇呢? 自販單位都是那些東西 反而我是看看是否一個地鐵沿岸 因為爸爸媽媽過來會很方便 為了盡快儲到首期 陳若霖也說一字記之約, 省了 我自己只有一張信用卡 限制是一萬元而已 還會解構另類物業市場 到底大家擔心不能上車的程度 是否已經戰勝了對凶宅的恐懼呢? 香港是我們的家… 這裡每一個人… 都有一個上車而奮鬥的故事 新一代是置業難的 如果能找到另一半 一起夾粉買樓的話, 就會比較容易 秀妍, 你作為過來人 我想你也會很認同這種說法 心表認同, 而其實除了我之外 今集的嘉賓楊潮海 也是因為有一個又聰明又精明的老婆 才可以及時踏上自業之路 好, 好 潮海自小在公屋長大 雖然到結婚才開始想自已 但在父母身上 他就學到我要做業主的概念 我想我中學的時候 當時剛才有一個叫租者志祺的家計劃 可以讓租戶購回那間公屋 當時我爸爸有錢就買到 當時我第一次… 我不是業主 但也是有一份擁有這間屋的人 我才知道要買樓 我媽媽也有在外面再買樓收租 我看見對, 原來可以這樣賺錢 這件事會否令你在存錢的觀念 比較實際 總之就應使得使 其實是的 我想我去大學 算不夠十次坐的士 我很記得我媽媽小時候教我 如果你賺十元, 你一定要存五元 所以那個兩日為初的概念 是父母給了我的 而且我爸爸是一個很折劍的人 是一件底衣服, 可能穿十年 所以他這個概念對於我來說很重要 到我出來工作的時候 其實我還是保持這個概念 去存錢和理財 為了達成置業夢 潮海一直努力存錢 但怎樣把錢變成磚頭 他就說全靠太太夠聰明 畢業已經加入TVB 那時候就不管了, 不斷存錢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和現在的太太 在拍拖 她說要買樓孫結婚 正常, 香港人也是這樣 都計劃緊的 但也很難走 因為你知道我們回到06、30 你也寧願拿時間睡覺 而不是去看樓 我太太有一天, 再十點鐘就嗆聲 他說要看樓了 我說看樓? 沒有了, 很難睡 我難得那天休息 我想要不要去看 其實我本身都很心疑 但那裡賣味, 哪裡賣得起 神經病 我老婆回家賭… 我說不, 夠首期 我說賣馬真的賣? 因為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 其實升得很厲害 但當時大家相傳都說 會倒閉的 大家快點不要買, 等它倒閉才買 時機錯過了, 列車就會開走了 其實當時我買樓 也是剛好一個很好的時機 如果那一刻我沒決定要買 過兩個月後我已經買不起了 那段時間升得超快 我們正常見著地產的位置 放紙在那裡, 升了這麼多? 你要做多少才取得這個錢? 升了10% 其實我算完數, 我們應該算不上 所以真的很幸運 你太太是做一個教師的職業 會否去銀行借錢會比較容易? 絕對是, 因為演員的工作 有時多…有時少… 還要爆鬆的味道 對, 你怎麼跟別人說? 半年後我會爆鬆 我有錢的, 不會理你 對, 她也沒有 所以我幸運是我太太 因為她是一份很穩定的工作 潮海兩夫妻 成功坐上財富增值的列車 他們說也是因為這樣 可以給予以後出生的孩子 你買第一個物業 三百多萬 就說要換大屋 你也要把自己的物業先放進去 當時利潤也不錯 還可以的, 也有百多二百萬 賣掉後, 就可以把賺了的錢 又馬上放進一間比較大的 新的單位當然是三房, 是吧? 花了大概多少錢? 好像六百多萬 回心想, 其實當時是蠢 買到那裡之後 應該是分拆兩個錢買兩個單位 一個拿來收租, 一個拿來住 我覺得應該是最好的 我不知道現在的樓市會怎樣 但我覺得當時升得最瘋狂的 但其實也是一、三年已經會倒塌 到現在還沒倒塌 是的 大家都不知道其實樓市是何時倒塌 暫時看, 如果當時我厲害 我應該再買兩間 可能賺的更多 通常我們很多集都會說 成功靠腐幹 是 你這個新的產品 應該成功靠老婆 對, 可不可以這麼說? 我絕對認同 所以我跟任何人說都是 如果你要有好的生活 就要娶一個好的老婆 要太太教育教練, 你也很信任她 很舒服 所以我覺得自己是幸運的 一百八十天職工 三百六十五天才住後工 幹嘛不停看樓盤資料? 準備入市嗎? 不是, 我在自我增值 你知道現在的付款計劃 沒有分過經濟學的規定 也看不明白 有什麼全級計劃 有什麼建期付款 還有些說頭幾年是免工 白吃白絕 這麼多選擇, 你說怎麼選? 那就真的要請教一下我們的拍檔 虎仔 因為他最近入手了一家一手盤 立刻請他教一下路 虎仔多年來, 一直住在西貢村屋 而為了讓父母可以住近一點自己 兩年前, 他就決定 在將軍澳康城置業 希望住青衣的父母來探孫 也不用客客山長水縣 我在兩年前看到有一個新的屋苑 當時跟太太計算的時候 已經想過新盤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買了一個五百多呎 就是兩房連儲物室的一個單位 你買的時候, 價錢大概是多少 大概九百萬 當然家裡可以支付得到 最主要是希望老人家可以住近一點 否則作為一個長線的投資 可能是收租 虎仔雖然有多年買樓自住的經驗 但是這次也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觸樓花 心情難免起伏萬千 以前住村屋, 當然有買過村屋 但是新的屋苑或新樓的時候 我很多東西都是第一次接觸 很有印象就是 以前買新屋就有所謂的內部認購 但是現在的政府規例是要很透明的 沒有這些內部認購 可以商量 對, 完全是要抽籤 你的號碼是月前的 你選擇的單位就會比較好 我們差不多選了第三、第四輪 才可以選擇一個比較好的號碼 當天拿著號碼準備去認購 其實去到環境 真的跟電視看一些發展商 說人頭湧湧 令你好像有一點壓迫感 就是你不買好像虧了會不會呢 也會有一點 我記得我身邊的地產經紀都會跟我說 你看到前面的地圖有多少座 有多少個單位 你自己就要預先要記錄 如果你心儀的單位被人選擇的時候 賣了就要選擇多少 對, 你就要想好幾個的可能性 也挺緊張的 有些人貪新樓 尤其是基本裝修家電 帶個人進去就能住 不過虎仔就說 究竟應該買新樓還是二手樓 要考慮的因素還有很多 我們當時看的時候 在將軍澳附近的二手屋苑 平均是14000元 樓齡只有一、兩年 也要差不多到達20000元 我當時的屋苑 都是大約15000呎 我覺得不如試試考慮新的屋苑 如果你選擇一些二手屋苑 一來樓齡可能會比較大一點 可能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 變成你做銀行按揭的乘數 其實會變低了 再者就是二手屋苑 都要牽涉到一些裝修費、維修費 你可能買回來 那一盤網好像不錯 住了一段時間 你會覺得不知道哪裡有流水 有很多事情麻煩 我自己首要考慮 其實地段, 坦白說 每個人都想在九龍、旺角 甚至香港那邊 但我一看出去, 譬如太子道 很多一些讀書的校網 每個人都在那邊 我看回當時 差不多兩萬多元呎 選擇一個兩房的單位 可能是五、六、八呎 已經去到千多萬了 是 一般的打工仔很難可以接受 所以既然沒有那麼多充裕的資金 我覺得將軍澳也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我就選擇在這裡 當時我看這個屋苑 第一個直覺 反而是看它是不是一個地鐵沿岸 因為這個屋苑 距離地鐵站大概100米 很近 爸爸、媽媽過來的話 至少她坐地鐵過來會很方便 香港地上車難? 買樓當然要計算一分一毫 所以選樓的時候 都要留意不同類型物業的按揭乘數 其實買一手樓或者二手樓 最大考慮就是按揭的申請 怎樣才能和批最長的還款期呢 看回不同發展商 有沒有提供不同的款式擺法 如果你要高乘數 有些發展商提高一點 我們叫呼吸策, 這些會批得鬆一點 其實什麼是呼吸策? 發展商的按揭財沒有批 它的批法比一般銀行來說 壓力測試位是寬鬆一點的 呼吸策有什麼注意? 是否一定能批? 有些發展商內部有戶口 而且批在那個情況 有些批得鬆一點, 有些批得緊一點 但是發展商的按揭 會不會過了頭三年 利率立即暴升? 一般來說, 起碼去到P 有部分可能去到P加3等 利率是會高一點的 在這個時期過了之後 通常我們都看到客戶 會做一個主案動作 希望省得點息 聽說一手樓 都有很多不同的付款計劃 好像有什麼職工、建築期 有些先住後腹 有很多選擇, 怎麼選擇 還有什麼要注意? 在價錢裡面 一般來說應該是最便宜的 如果你是沒有工作 你支持上匯 其實就少了將來股價 有分別的風險 像建築期來說 即是給了一個首期之後 你遲一點才上匯 在這段時間你可以儲錢 另外有些先住後腹 這個就是貨是換樓客 有些客人可能要先買後買 有些時候可能要做裝修 這類型的付款方法就適合它更多 Kevin, 買一手樓和二手樓 分別的優勢在哪裡? 又有什麼考慮的問題? 一手樓通常發展商會給它 一個很靈活的付款優惠 第一次給它首期 資金壓力比較輕鬆 很多時候都會分斷給它首期 令它很容易上車 甚至乎有些發展商 還幫它代付離任費 而且發展商提供了 很齊全的交樓標準 所有電器都齊備 令到事業人士省了一大筆裝修費 還有一個很漂亮的會所 酒店式的大堂 當然新樓裡面的價格 當然是比一般二手樓的價格 來說是會貴一點 二手樓的優勢 其實地段還會比較好 最實際可以站在實際的物業裡 看到整間屋裡的環境 看出去的景觀 實際上的狀況會如何 而且可以了解它的管理 做得好不好 所以一手樓、二手樓的分別 就會在這裡 我經常聽別人說 貼二手開架, 但這是什麼? 正常新樓的價值當然高一點 譬如說一個豪華的會所 舊樓沒有的 那裡又有5% 10%是差幅 裡面完全不需要裝修 那你會逐步在這裡計算上去 還有一些發展商 很多時候為了客人 很輕鬆地付款的首期 其實會給了很多補貼 加起來可能也有十幾二十個% 和舊樓的差幅 如果他說新樓貼二手的開架 其實很簡單 你想到會有一個折樣在這裡 或者是多划算的開架 新樓貼二手開架 通常示範單位 你看到都是排長龍的 超級型舊 多少倍, 多少十倍 就會有這種現象 虎仔, 當然你出道沒多久 就跟家人夾粉買了車位 但是供款也有一定的負擔 你怎樣分配收入呢? 只有幾千元的收入 我想大概二、三十個% 作為供車位和給家人 也令自己好像有一個儲蓄的習慣 很厲害, 其實要好引到手才行 不過我們今集的嘉賓 陳若霖, 他更厲害 他為了置業 決定將人工的七成儲蓄 我真的要學一下他才行 Katly陳若霖入行之後 經常到處飛 去到世界各地參加時尚集 原來她從小到大都是武學蝸牛 我搬過很多次屋 從將軍澳到康城, 西貢, 荃灣 再到南昌現在的地方 一、二、三、四、五都搬了五次 對… 當時你是什麼原因搬屋 因為以前我們租的 可能是業主家租 都是關於租金的問題 雖然Katly鍾情村屋 但最後都因為租金問題而要搬走 所以她也希望有朝一日 又屬於自己的小天地 帶你來看看這些新泳的屋苑 這裡七百多呎 三房一套, 一次 還有一個多用途的房間 我最喜歡就是要看看 主人房是否夠大 是 但其實我挺喜歡她的梳妝桌 因為鏡子夠大 化妝整頭就容易一點 沒錯, 我們先出去看看 好 Katly出了名有時尚的風格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實她的錢風格更厲害 很心底淚的DNA告訴我 儲錢很重要 自己所賺的錢 我都會儲七至八成 家人教育我 有時候要儲一塊錢應急 剛出來工作, 花費很多 工作可以四周去不同的地方 歐洲、日本 不需要特別去哪裡玩 對於購物, 我實行實際營 如果不買這個袋子 我會不會覺得很後悔、很不開心 她說我經常會出旅程 你去外面, 你沒理由看到袋子 做三節和四節都不買吧 我自己只有一張信用卡 我的限制是一萬元而已 為了進一步提升儲錢力 Katly最近仲實行記帳大法 務求做到應洗得洗 因為在疫情期間賺少了 儲錢可能不是儲得很多 反而我逆向思維 我每天大概花費是多少 我去街上買麵包的五元 我都會計算下去 你覺得成效有什麼可以幫助你 禁止自己的購物肉 因為我每天都調查自己用多少錢 你就不太想消費 出去吃飯, 可能你去吃牛油果 多士150元 你去做成本是少於25元的時候 你就覺得真的不太划算 要跟朋友出去討論 或者…因為我也喜歡玩搭配 如果覺得是開心 我完全不介意去花錢 儲了那麼多錢 身為孝順女的Katly 竟然一炮過把整塊錢交給爸爸 幫他投資 我以前賺的錢就給他了 我又要重頭再來 可否透露一下 你有多少位數字可以給爸爸 六位數字的 很好… 寫支票有幾個零, 覺得挺開心 我爸爸也挺開心 女兒賺的錢就給他 希望他看這個節目的時候 有這個想法 你覺得為什麼置業這麼重要 在香港買磚頭 我覺得是所有人一生要做的東西 一個目標 就是錢放在家裡 又會繼續點值 所以投資買樓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價值 而且你真的住在裡面 無論之後你放租出去 賣出去也好 始終是一個比較實在的東西 Kerri年僅24歲 就已經正於理財, 認真聰明 面對日後買樓結婚 她也不介意跟另一半一人一半 如果到將來要買去投資的時候 兩個人能力會多一點 如果你看到那個男人真的很喜歡 但他說資金上我不是太行 要多他出名, 就你出錢 這樣也不行 不行 這是很現實的 對, 大家要分擔一下責任 將來發樓的時候發脾 例如我給了錢 你拿一件事出來就好像要吵架 我覺得是分擔一下 你拿七, 他拿三, 行不行? 可以 作為一個男人, 應該有承擔 還有要有上進心 自己準備好才跟女生在一起 那你家人一定很幸福 可以了 空宅雖遜險, 但樓價升幅更險 一旦衝破恐懼, 站在投資角度 原來空宅利潤都相當豐厚 資深投資者有空宅大王之稱的五冠樓 當年來買賣多達200間空宅 絕大部分都有錢賺 不過他都蓋炭供應斷層 現在連空宅都被人搶到貴一貴 這類型的另類物業 同類型的物業比較 價錢會相差幾元? 現在來說是一成到三成之價 以前來說, 早十多年, 二十年前 起碼七折, 有時六折, 甚至五折都買到 那些人不怕嗎?空宅 那個折扣大了, 他就克服了恐懼 於是就買了 因為世界什麼鬼都有 但也不夠我這個窮鬼惡 以前的人空宅 起碼要六折, 七折才買 但為何這幾年, 九折都有人照去買? 不介意, 人多了 於是競爭又多了 真的會出現, 到九折才買得到 但其實現在, 如果空宅來說 這個時勢, 九折其實是否算是吸引? 不吸引, 都是七折才行 因為你還要付百分之十五的印花稅 你七折買得到就等於八五折買得到 其實年輕人買這些另類物業 是比較容易上車 過了心理那關, 是值得買的 看它是怎樣的空, 自殺 或者跳樓, 或者是燒炭 最不好就是謀殺那些 主要就是看別人聽到 覺得這種空的情形 恐懼越少就越好 原來空宅也有分程度 入住也未必一定空多吉少 就等堪餘學家楊浩雲師傅 為大家解構一下吧 從風水角度, 其實楊宅沒有吉空 透過一個屋主的命格 特定時空才產生吉空禍福 風水的環境學 透過一個光線、空氣和風水發氣 都可以吹吉避空 會不會有一些特定的格局 令它形成一個空宅呢 不是特定的設計、佈置才會產生空宅 有時候房子裡有陰暗潮濕的位置 反而很容易出現靈異事件 透過不同的光線或風水發設 都不會有靈異或空宅出現 很多人都說空宅不買得不住 但又有人買空宅去投資而風山水氣 空宅不一定代表死人不能入住 風水上都有分為三級制 先說說第一級空宅 例如意外失足墮樓 還有年長大生老病死 其實這些不算是空宅 在道教上稱之為楊壽已盡 由於死者死後 都未必會逗留在這個空案現場 所以其實來講陰氣不會重 只需要買綠葉黃皮葉扁拍葉 拿回家煲煲水 然後在大門口沿住長角順時針 打正屋宅一個圈位置就可以化解 還有第二級呢 第二級空宅來說 例如跳樓、吊頸 因為大部分死者是有目的而死的 而且通常死後會找冤親寨主 這些屋相對來說比較麻煩一點 但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聚宅陰氣也不算太多 只需要進行屋宅拜四角 買祭品、衣紙 最重要是買屋契、奴票、紅船指馬 進行一個拜祭儀式 入住之後其實最重要是開窗簾 讓空氣流通、比較陰陷的地方 可以買一條白水晶柱 釋放正能量就可以化解陰氣 最後一個級別呢 最嚴重是第三級空宅 由於死者是往死 怨氣比較深 所以一直會陰魂不散不走 我們要請專業的道教師傅 進行一場法事 超渡亡魂 進行法事後進行一個大裝修 動一動吐氣 讓它送走一些 譬如煞氣、陰氣 入住之後最好長期拉開窗簾 讓光線投入、空氣流通 其實陰魂也慢慢消散 空宅銀行能否猜到價 看它空的程度有多大 如果一般來說 其實都能猜到價 大概是七折、八折之間 如果是空宅同層 一般我們看到都是八折 但又借不借到岸揭呢? 因為本來有空宅的事故 不是每間銀行做的 是有個別銀行 就是熟悉程序才去做 有些極空的空宅 其實我們看到是基本上沒有銀行做的 其實在網上, 如果你要做這個股價 其實理論上它是不能出的股價 這些你就要小心 下一集, 大家都說要等公屋 這個年輕人就反其道而行 放棄公屋, 說要向上流 我有一個散工的同事 他就說了一句 我不要前途, 我要公屋 張秀文和蔡佳欣兩位美女 又打算怎樣靠自己 達成買樓夢呢? 其實現在對住屋真的有些要求 會想…因為為了我要上車 我就要生活分析降低 降低 那個首期坐多一點 借小一點的時候 變相你的人生有多些選擇 和開心一點 活着身後 有什麼健康 議員 發生的 已經是 怎麼衣服 motivational 最遇人 以前